你敢信?这是一款会飞的变形球 据说在韩国有这样一款魔幻飞碟球 只要轻轻按压一下 就会变成一个飞碟 扔出去三秒后 它又会变成原来的球形 哪怕是飞到屋里上也没事 只要经过三秒 它就会变成一个球滚下来 可以说这个球的玩法非常奇葩 那么我也将它给买来了 才花了我这么多钱 就它的整体总共有六个面 而且每个面中间都带一个彩色的灯 看要一碰它就亮了 看每个都可以一样 就这个在夜晚 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飞灯来玩 还非常不错的 对吧 而从这个小风系里 可以看到内部的整体结构 中间有一个大弹簧 弹簧里还有一个吸盘 这个原理应该是靠这个吸盘 将向下吸住 然后再靠这个弹簧的弹地 将这个吸盘给弹开 然后从一个菊花就变成了一个球 那接下来再也不磨叽了 直接把绳解开看一看 看 逐渐变成一个球了 这样看着 这也不圆呀 这个球 有点像这个 这个是这个是 有点像这个是什么 这个椭圆 这个这个 这样看着 还就有点像飞碟来 对吧 而且这个每个缝 都合不严实 你看这一个 露大缝 这个也严重了点缝 这一个合严实了 感觉这个做工也不怎么行呀 就它的整体摸起来软软的 不是特别硬 感觉应该是那种 硅胶材质的制作成的 那接下来我们来试一试 看按下去之后 到底是不是三秒回弹 一二三 这还什么情况 这也没有弹呀 这说好的三秒回弹 吓我一跳 这样看来 就这个回弹表术 也不怎么准去啊 对吧 不信的话再试一次 看也都不准 那我们再来试试 它的弹力怎么样 因为它毕竟是一个 呃 但我没说 最后我们再来看看 扔出去之后 到底能不能在空中 变成球 呃 难道是我扔的太快了 那我这一次 等于等在扔 但是我相信 只要我扔的搜了够多 它肯定会成功一次 于是我又试了 挨硬次 可结果全然都失败了 竟然没有一次 能在空中变成球 哎 这样看来 就是球的回弹时间 太不准确了 有的时候 刚按下去 不到一秒 它就回弹了 而有的时候 你按下去之后 就没之后了 可以说 这个球的可玩性 非常差 同时也不愿意 小朋友玩这个 因为这个回弹时间 太太太不准确了 很容易受到惊吓 你看我这么大人了 都被下了好几次 你还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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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不吹了 哎 垃圾玩意儿 还扔了吧